嗨 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鄭小姐來跟我們分享 她整個被孕過程的辛苦 她其實是歷經滄傷一美人 然後她從104年就跟我們開始一起作戰說 要克服這個補孕 她本身是一個 那這所有的經歷都很辛苦 所以說我們請她來分享這一段這個辛苦的過程 我想要先請問一下 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決定 就是要開始決定要做試管運動這個事情 因為先生是長子 有壓力 真的 從開始交往就知道自己有可能不運 然後就徐徐有去做中醫條理 然後就婦產生這樣子拿病 拿那個條件這樣這樣子吃 然後後來到別家去做試管 然後一直沒有成功 然後是經過那種社團 有那種求職的那種社團 現在還有一些臉書的那種社團 對對對 然後就有一位那個賴小姐她就介紹這裡 然後我就來了 那是大寶的事情嗎 這是二寶 對對對 所以那個時候是怎麼樣知道自己是不運 原先生已經交往六年了 都一直沒有 就是大寶之前是大概已經六年 那時候有說是因為什麼狀況嗎 就多難啊根本就不會排卵 但是這樣的狀況吃了很久的排卵藥也沒有什麼部分 所以打排卵真的打得好說好多 哦 你也這麼覺得很辛苦啊 那大寶的部分也有大概做了兩三次試管療療療程 然後二寶也很幸運一次就成功 但是你有沒有什麼做試管的心路歷程 要跟我們還在準備的整媽媽們分享 就放鬆心情吧 然後就不要想太多 醫生講什麼就照做就好了 一定會成功的 這就很困難 所以還在努力的時候真的就會很焦慮 尤其是大寶應該也壓力很大 對 二寶是反而比較稍微 放輕鬆一次就成功 對 所以事實證明還是放輕鬆有用 對 那就是這樣子過程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有一次取很多玩 然後肚子超痛 故障 也是多囊幾隻嘛 所以還有過度刺激的問題 對 但也真的很幸運啦 就一次就成功 對 對 你怎麼那麼幸運呢 那就是你有沒有覺得這個療程中 就是跟醫師的互動 跟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所以事實證就很親切 然後有聞必達 對 負免所得要問一下 就是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做選擇的話 你會選大寶嗎 會啊 因為大寶是一個很溫暖的一個家庭 然後醫護人員都很讚 好不好意思 很貼心 希望大家也都可以接到這份好運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